阿富汗前央行行长星期五表示 随着塔利班控制阿富汗及外源受阻 阿富汗经济可能剧烈收缩 面临现金短缺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表示 阿富汗正在全民贫困的边缘徘徊 除非做出紧急努力支撑地方社区及其经济 否则明年年终可能成为现实 据法新社报道 塔利班攻占首都喀布尔当天逃离的阿富汗前 中央银行行长阿杰玛尔·艾哈迈迪 在大西洋协会举办的一个讨论会上表示 他不想说会发生经济崩溃 但会有极端具有挑战性或者困难的经济状况 他预测 阿富汗国民生产总值将收缩10%到20% 他还表示 国际制裁阻断了救助资金 并令阿富汗无法获取90亿美元的储备 可能导致国内现金短缺 阿富汗的外汇储备存放在美国 目前塔利班无法获取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也冻结了向阿富汗的借贷 此外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表示 塔利班夺取政权 令阿富汗20年来的稳定经济发展陷于危险 发展署还预测 阿富汗GDP在2022年6月开始的下一个财政年度 将下跌最高达13.2%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局局长坎尼 维格纳拉贾 Kanai Wignorja 周四在一个记者会上表示 不论如何预测 结果都指向阿富汗正在走向全民贫困 贫困率可高达97%到98% 中文字幕提供